你可能不敢相信 七十万大军打七万 还有着天下三分之一的地盘做抵御 这明明是一场不用指挥都能赢的战斗 却被袁绍给指挥输了 更是拱手相让了北地霸主的地位 彼时还未开战的袁绍 正义气风发地调动大军准备一战平定曹操 定顶北方呢 传令三军加速前进 一战定决司雄 看着眼前这个邪天子已令诸侯的曹操 袁绍知道曹操势必会占据大义 把他说成是造反的叛逆 就是拿当初汉县帝留邪因为不满曹操的善权玩弄 所颁布的一戴照讥讽曹操 我奉一戴照逃贼 这无疑是赤裸裸地揭露了曹操携天子已令诸侯的事实 果然曹操眼看着光靠语言是要不回来面子的 所幸徽军杀向袁绍 但袁军何其得多 占据了充足的人数优势的袁军 很快就将曹军杀得人仰马帆 凭借着袁军的兵风之胜 袁绍直接给曹操打推到了关渡口 连连大胜十分兴盛的 他不想就此放过这个摧毁曹操的机会 当即就准备发兵继续追击曹操 传令三军 一军逼近关渡下寨 不想 他的军令刚出 就被旁边十分清晰 曹元两方阵营差距的举兽给阻止了 现在的援军虽然兵多 但很多士兵都是仓促会合的周兵 根本就称不上是真正的士族 况且 袁绍手里有着四周地盘且极其附属 有着充足的粮草 绝非是仅仅只有两块 还是比较平级的曹操能比的 但是他还没说完 就被连战连胜已经上头了 根本听不进去劝谏之言的袁绍当场打断 所有拖下 将这祸我军心之徒 举兽作为名臣 本身在援军就功劳很大名望很高 再加上他说的也并没有错 所以大将纷纷为举兽求情 更是提出了大战前斩杀谋臣 对军心不利的借口 所在了进军营中 且将举兽锁进军中 待我破曹之后 与田丰一并之罪 殊不知 事情果然如举兽所料的一样 援军激进的进攻 给了曹操很多机会 不仅被曹操的霹雳车抓住机会 一顿猛杂损失了事情 更是由于持续的深入 将援军本身的运粮路线给拉长了 这给了曹操偷袭粮道的机会 功名和率本部兵马先出 随后再命张辽徐楚引兵接应 丸少粮草被劫 若派兵马来救援 此时我两处兵马即可夹击之 援军的粮草被曹军将领虚晃 待人又烧又劫 这让袁绍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甚至一度要断粮 这气得袁绍当即就要斩杀 此次护送粮草的韩蒙 完全不顾这是他拉长战线的后果 也不顾韩蒙为保护粮草 曾拼死厮杀 来人退出 曹军不断地结粮 让袁绍看到了袁军现在的必处 当即 他就派沈佩监督运送粮草 到离此不远的乌朝 更是派遣淳于穷镇守 这让一心为主 只是苦于被锁在车架旁的举兽着急不已 他深知淳于穷嗜酒如命 必定会误使 所以连番恳求看守他的士族 这才终于念见到了袁绍 但他不成想 继闲俱见的袁绍根本不听 不仅以囚犯不可参与国事的理由 将他打入了死楼 就连帮忙送他念见袁绍的看守士族 都被连累诛杀 将这狂徒打入死丘 将他看守战了 领患一人 袁绍如此的作为 让袁军将士心寒不已 但忠心为袁绍的许优完全不在意 他认为是举兽的境界太过于激进 袁绍还是当年那个民主 所幸 在收到曹操送往许昌的要量秘信后 许优当即高兴的要劝阻袁绍发兵 眼看袁绍还怀疑秘信的真假 当即许优就用性命担保信确实为真 曹操固然见诈 死信却不能不信 主公万万不可坐视良机 许优愿以性命来担保 不承想袁绍不仅不信 更是怀疑起来许优的立场 还下令将许优的家属囚禁 袁绍的所作所为 让许优一片忠臣之心彻底的凉了 他看出来从来不听敬言的袁绍 必会被曹操打败 当即他就决定改换门庭 投往曹操 忠言逆耳 数字不足为谋 袁绍不拿忠言 以后必为曹操所亲 何不去投曹操呢 袁绍殊不知 他这不分忠臣兼臣的行为 不仅会葬送他七十万大军的吉野 更会彻底地葬送他自己的幸运